我是Frank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家里边有两把钥匙 都证明这个 low battery 汽车提示low battery 然后按键的时候 有时候不太好用 有一点点的失灵 比如说呢 去逛商场的时候 下了车呢 出门了之后呢 是按了锁的 上锁的 结果回来之后呢 它还在打开 就是没锁上 遇到过几次 但是车也提示 那个low battery 所以今天就 我查了一下 应该是这种电池 电子啊 然后型号呢 是就像这个上面的 2032 是统一的 所以说呢 我这两个 一个是 Ford 150 一个是 Toyota的Siena 我们试一下 首先呢 先把这个钥匙呢 从这边 按一下 这边 有一个按的地方 按一下 这个钥匙就 取出来了 取出来之后呢 那我们要 也要把这个 环都取下来 OK 现在只剩钥匙了 这边有一个孔 我们可以用拔下来的钥匙 这个钥匙 然后对着这个孔的地方 插进去 轻轻的一撬 就是 就打开了 那打开之后呢 是这样 这个电子 就在这边 这上面写的是三个V 那我们刚买到的 型号 对 型号都对啊 我们可以用万能表 测量一下 这个 嗯哼 喝 还挺不好取的 我们测量一下 这个 在哪测量 大家能 在手上 稍微 这个电池还可以 2.85 那还算是有电 不知道 有时候不管用 那既然打开了 就给它换一个新的 现在打开一个新的 哎呀 现在新的都是 粘的这么厉害 哦 哦 我还因为直接拿下来就可以了 然后 然后 它每一个还是用真空密封的 好像是 试一下这个吧 OK 不是 这是脚电线专用的 不过 可以用 打开拿出来了 然后 然后 我再测试一下这个新的 看看这个电量是多少 3.29 那证明还是差一点 那 那我们还是换成新的吧 那好 那好 我们这个新的 就这样 哎 按下去 Copper 进了 然后 我们需要把它还原 记得刚才是怎么打开的 我们现在怎么放回去 那 这样 放下去 然后 这个 把它合起来 合起来 没有错的地方 OK 哈哈 可以了 搞定了 这个就这么简单 换好了 这个就这么简单 这个就是Toyota Sienna的 嗯 遥控 那接下来 看看这另外一个 那估计 不要用这里了 再找个工具吧 再给 这个呢 我们需要 一个小小的螺丝刀 越小的越好 嗯 那在Ford这边 嗯 这个位置 有一个洞 不知道看得清吗 然后这边有一点 所以呢 我们要用这个 把这个盖子敲开 我们不用把这个卸下来了 因为 刚才那个Sienna 需要卸下来 因为 它是两个合在一起的 那我们 试一下 撬一些 然后 轻轻的 插进去 出来 开了一点口子 那我们呢 接下来 再向下一个 这个 口 灯口的地方 再搬一下 然后 一次内推 向下开 就这样 当当当 打开了 我们看到这个电池了 嗯 同样的 OK 那我们还是先测试一下这个电池的电量 看一下 那好 放在手上 测一下 是多少 是多少 哎 我这个还有3.0的电池也是足够的 但是 不知道为什么 啊 汽车上也提示这个low battery 然后需要replace 然后按的时候有时候可以用 有时候不可以用 它上面也提示说说这个电池是low battery 那不知道为什么这就算low了 那 今天都打开了 都换成新的 那 这个是3.0 那 我们再看这个 用这个工具 脚开 不是专业用的 但也可以打开口 我们把电池取出来 哎 没有吗 这个是新的 我们再上手 再凉一凉 3.3 新的是3.3 不管怎么样 看来还是缺电吧 直接这样放下去 把这头放下去 然后这边呢 往下摁 哎 还是这样 弄进去 可以了 嗯 我们 把这个盖子 是有点脏 是净土的事吗 应该不会啊 直接这样靠回去 我们听见了一声响啊 OK 又一声 OK 嗯 可以了 试试我的车 在外面 嘿 可以了 听见要响了 现在外面黑了 露不到 那证明 能听得到 好 电池证明租了 要按之前呢 是没有反应的 在房间里面 那证明可以用了 谢谢 谢谢观看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小小的分享 希望能帮助大家 如果你喜欢 请订阅 Frank 大家好 但 KE 我 es 也是 Fresh 的 解